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第二集的理想之我分享 上次反應不錯,我就在留言區和DM選了一些大家有興趣的話題 今集繼續 如果你想知道封面說的Cushion、碎粉和精華好不好用 我的感受是怎樣的話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上次在留言區有人問YSL和Amani的Cushion IG也有提及過Laura Mercier 我就三個一起說了 三款我都是平日有用的 如果要排的話,我會覺得最自然是Amani這一款 中間所有東西欺負到好處會是YSL 如果我要一個很高遮瑕的話,我就會選Laura Mercier GA這一款Essence in Foundation Cushion出了很多年 應該是很多人心目中非常之好用 平均值很高的一個 它就是一個海綿的 你會看到顏色很白 不是很適合我 但沒辦法了 都要照用的 因為不想浪費了 是非常之自然 然後它的遮瑕度是中等的 不算很高,但也遮到一些很細微的瑕疵 而它的缺點我會覺得是包裝 這個厚度、這個大小 出街补妝、去旅行都不算很方便 它的名字叫My Amani to go 但我覺得它不是to go的那一回事 可以再輕巧一點的話會更加好的 如果我要一個比較完整的妝容的話 未必會用到它 但你說上班、上學、出去的話 其實它的妝效是不錯的 之後是YSL的Glow Pad Cushion 它是我上年的年度最愛 所以今天三個來說 我都是最喜歡它的 它是一個的,好像絲襪一樣 然後你會摸到我快要用完了 它裡面是一些粉底液 不是一個海綿 有微微的光澤 不是水波光那種 是一個很自然 好像皮膚透出來的健康光澤 除了很厲害的黑眼圈 它是遮瑕之外 大部分瑕疵應該上一層可以出門口 乾肌春夏秋冬都可以用到 但如果你說中性偏混合性的話 可能是秋冬用會好一點 它的缺點是比較貴 然後是很難買 到現在也有觀眾說是經常斷貨 你會看到厚薄程度 那個瓦炸感是沒有那麼大的 它是薄多一點點的 所以去旅行、出街我都會用到它 然後去到第三個 就是Laura Mercier 這個曾經都是我用過最喜歡的 因為它的遮瑕度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它的妝感也是今天三個裡面最完整的 它是傳統禁制開的 外觀非常之平實 這個打開出來是那種海綿 我又不小心減白了 它拍出來是三個之中最有存在感的 是要慢慢把它推開 看不看得到它整個遮瑕度 還有那個完整的妝感 它絕對是比得上一些粉底液 但是如果你說我要一些很自然的話 它就不對 那我就會多些用YSL的這個 又或者想要再自然一點 是好像有些素顏感 但是比起素顏又會平均一點 那些膚色會均勻一點的話 就會選這個Armani 它們三個對於乾肌 我都覺得是好用的Cushion 純粹看看你想要哪一個妝效多一點 然後下一個就會在IG收集到的 就是問Make Up For Ever的水分 Chartoubri的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Powder Nars的Satting Powder 我記得有人也問了Laura Mercier 還有應該最新的一條開箱片 會看到Mac 那不如全部五個一起說 這個紅色包裝是去年的新年Limited Edition 平時會是黑色 這個Nars的Light Reflecting Satting Powder 它的粉是很滑的 我這樣去拿是完全沒有飛粉的 是壓得很實 但是它又不會很白的 我拿了這麼多 它那個也是有少少的珠光 之後是有剃剃的提亮 不會說一塗出來已經是白癩 它不會的 是很薄的 它的光澤不是高調 好像用了highlighter很誇張那種 反而是陽光射下來皮膚散發 很健康的一個光韻 它比較保濕一點 用它我就沒有那麼顯細紋 總括來說 如果你是乾肌 你會喜歡它 但是油肌的話 應該會覺得它太過薄弱 定妝效果未必是你想要的一個妝效 所以我就會覺得Makeup Forever會比較適合 這個是我夏天會更加喜歡用的 就是它們的Ultra HD Satin Powder 我用的顏色是Light Banana 這個是沒有分色號的 它打開出來就會有個蓋 然後再開就會是它們的蜜粉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有些煙在飄 它是很滑的 雖然它有一個膚色 但是還是沒有太大的存在感 不會很厚的粉感 推開了之後 它不會厚重的 不會是焗著皮膚的那一種 我會說它上面的妝效是偏向半霧面 不是枉死女霧 它還透到皮膚的質感出來 然後它的持妝度控油度都是屬於中高的 夏天我用它 完全全日的妝都保持得很好 冬天我就會覺得有一點點乾 可能要噴一些定妝spray 或者是噴一些保濕噴霧是OK的 但是混合肌和油肌應該一年四季都用到 流汗和出油肌的話 它的持妝度是非常之不錯的 它有很多顏色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個2.1Light Banana 去到Laura Mercier的這款Translucent Lute Setting Powder 就是如果你追求持妝度更好 然後有一個極致霧面的妝效的話 就是它 這個裡面雖然叫Translucent 它有一點點膚色 超級膚色 是我用過這麼多的碎粉裡面最無面的一個 我本身有它們的4 size 就給了鄰居 因為它很喜歡用 它經常去戶外的地方 就很需要一個定妝很好的碎粉 它已經是用完再用完再用完 是無限空平的了 我自己就留一個travel size 因為有時候我也是覺得出去玩的時候 很怕T字位下巴這些位置會脫妝 我也是會用它 又未去到說很粉的 但是就會有存在感的碎粉 標榜可以說是持妝度、紅油度 以及是一個完整雅致的妝效 那就要看看你的選擇了 有朋友也問了Charlotte Tilbury的 這個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它我會覺得不算是蜜粉 它是一塊粉餅 雖然都做到定妝 但是就不是完全透明的那一種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看到 它是有顏色的 也有相對少少的遮瑕度 如果用碎粉的話 就是粉底液 或者是cushion之後用來定妝 反而這個因為它有遮瑕度 如果是用一個平時的粉底液 再加上它我就覺得太多了 這個它做到blur毛孔 然後令到皮膚有一個濾鏡感 是做得很好 你看到我這樣又是一路這樣推 不會說很飛粉 它是很絲滑的一個粉狀 不過坦白說我很少用它 來上全面的底妝 反而都是拿著一個很薄的粉撲 放進去它有了鏡 用來做補妝 如果我想用粉餅上整個底妝的話 我會用make up forever 因為遮瑕度和完整度都會好很多 如果你想要是碎粉 但是有那種filt感 很磨皮的效果 就是這個 拿完粉之後一上臉 那種很平滑皮膚 真的不是只有我說的 你看到那條影片 開箱影片樓下有觀眾 都說它有滑 磨皮效果很好 但是它的控油效果我暫時未知 因為未去到夏天 我是完全沒有油的 如果你說定妝效果的話 我就覺得它不是那種保濕型 但是也不會令到我很乾 有觀眾提出過用完它 好像越來越乾了 我就覺得可能是用得太多 看到它磨皮很開心 再拿多一點的話是很滑 但是你越多粉 也會有危機就是有機會越來越乾 所以記得薄薄一層就夠了 講了這麼多款 希望大家有個picture 究竟你想要什麼妝效 怎樣的碎粉去選擇 然後順便分享我最喜歡的碎粉 是Makeup Forever的這個 它不會太厚 之後你拿著它 拍上去的時候 是很舒服的 它的毛又不會很長 又不是毛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它 忍不住要跟大家說 最後就要講兩支精華 我就不想全部底妝了 所以就加入了有一位觀眾問的 ANR和Double Serum 兩個都是品牌的熱門產品 也是一個入門級的抗衰露精華 所以很多人會將它們比較 Terence的Double Serum 它是主打水油兩個精華 容器是裡面分開 大眼一支出來是融合了 推開也是很薄身 它不會有很重的油感 有少許的 但是很快就吸收了 所以想當年我23歲開始用 很喜歡 它真的做到很薄 令到皮膚有光彩 你會覺得自己沒那麼容易有光紋 還有它可以日常用 你的妝會很貼 晚上用做到修復也是不錯的 以前用這個Escalada 它不是質地上那種滋潤 它的質地推出來的時候是有流動性的 但是它推開明明是比較水的 但是我用了在臉上的時候 那時候年輕時好像太多 覺得它令到皮膚負擔有一點多 所以我就給了媽媽 然後到差不多28至30歲左右 我再接觸它 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宇宙 剛剛好 真的不能不承認自己是老的 再精準一點去形容的話 就是Double Serum 我以前用是覺得剛剛好的 現在用它 我會想再加精華 但是Escalada就相反了 以前用是太多 很想抹掉它 但是現在用就剛剛好 希望這樣去形容 大家會知道 怎樣的膚質 什麼年紀 是怎樣的情況 應該選擇哪一個抗老精華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Cushion 碎粉 和精華的一些用後感 希望這個你想知我分享 可以自由地提出想知什麼 然後我看到我又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用了的感受 是非常好的互動 如果你有什麼想知的話 繼續留言 我就會這樣group幾個幾個 或者是我沒有的 你又想知的 我又有興趣的話 買回來試 一樣都會做到這個理想知我分享 有沒有第三集或第四集 就取決於大家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覺得有參考價值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錄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新 和星期日的早睡月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